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路英勇参战 貌似贫杀 面对强敌 他不枉记好茂英 从手应对 终被斩为肉弥 如果不是整理装束 延误杀敌时间 或许能逃过一劫 甲午战争期间 在日军攻陷屡顺时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 清军落荒而逃 他们为了保命 换上当地百姓衣服 混进逃难的队伍 永自军服满地丢弃 这些清兵为何争先恐后换成名装 换成名装就能躲过日军的追杀吗 他们的这一逃跑术 又对百姓带来哪些祸害呢 据说早期的日本确实有不杀平民的规定 一方面 日本学习师方的军事 讲究打仗的规则 另一方面 日本发动侵略的目的在于征服 对并没有公开与之为敌的 所谓良民 顺民 他当作是最好的政府对象和劳逸工具 没有必要他敢杀戒 2000年前的子路面对强敌 没忘记带好茂英 而清军竟然利用传说中 日军不杀平民的规定 为逃命连军服都不要 只顾自己生命 去户籍黎民百姓 亵渎了中国军人的气节 这项独特的把死亡危险 转嫁到国民身上的逃跑术 令西方舆论大为震惊 纷纷批评清朝军队 对无辜民众的非人道行为 然而这一损招 没能玩过凶残毒辣的日军 日军对全城百姓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换装逃跑术 正好成了日本人 掩盖吕顺大屠杀真相的最好借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当时的纽约世界报报道 日军拿下吕顺后 烧杀抢掠打四天三夜之久 死难者约两万人 有三十六人幸免于难 是被日军留下来埋尸的 日本在战前的宣传 一直竭力将日军打扮成文明之事 吕顺大屠杀后 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不再同情日本纷纷谴责其暴行 对此日本人立即进行危机公关 日本外务大臣洛奥宗光 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 善后工作的训令 要求日军但凡接待媒体的采访 军统一口径 第一 逃跑的中国士兵将制服丢弃 在旅圣口被杀的大部分是伪装的士兵 第二 军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 第三 日本进城后仍遭遇反抗 而且中方虐待日军俘虏 甲午战争中相当一部分清军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扔下一地泳装 正是由于一些将领临阵率先脱逃 失去指挥的士兵便跟着溃逃 有一个清军将领一口气逃出250多公里 在日本一举成名 这个清军将领是谁呢 叶智超当时的清朝直立提督 负责镇守平壤 在日军大举进攻平壤时 叶智超下出了焦虑症 刚开始交战就匆忙溃逃 兴夜兼程 一口气跑过鸭绿江 让日军追到中国境内 后来日本一家杂志发布一期广告 专门登了叶智超男扮女装逃跑的漫画 还配了首大游诗 功名飞锁目 一意直奔逃 鹤立风生计 知军汉马劳 叶智超是否换装逃跑不得而知 但是当清军换装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时 遭受敌人耻笑却是事实 难道就是因为他们畏惧日军都是胆小鬼 那么甲午战争中为何很多清军使气节如泳装 难道中国军人的气节全都丧失殆尽了吗 甲午战争中出现清兵换装民服的逃跑术并非偶然 在他们的心目中 传统兵法所推崇的兵不厌诈 任何时候都可以发挥到机制 清兵在穿上永字军服之前 就接受了这样的军事思想 尤其在三国演义等小说中 表写最为淋漓尽致 使兵不厌诈思想更具无底性 以至于在中国军人当中影响深远 清军临阵换装民服逃跑 有的甚至伪装成平民后 又突然袭击日军 此恶力一开 将手无寸铁的平民裹挟进来 造成大量平民成为日后日军屠杀的对象 这些清军把军人的职责与气节 道义彻底丢弃 英雄生死路 却似壮游时 作为军人正义在心中 气节重如山 既然选择做一名军人 那么勇敢就是军人的灵魂 牺牲就是军人的本分 清军在甲午之战中 也涌现出了一批民族英雄 他们无畏强敌 随千万人无王瘾 在无力回天之时 凯然舍身取义 北昂水师右翼总编 简定远号舰长刘不禅 立下千秋壮眼 苟丧剑将自裁 海军提督 甲午海战总指挥丁如昌 置地有声 如等可杀我 我必先死 断不能作毒此事 他们面对强敌的疯狂进攻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无力挽回大局之时 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军舰 一起沉向大海 卫国军区 表现出作为军事将领 应有的气节 赢得对手与世人的敬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